有同修问 学佛为什么不可直接救世修 而是要先理观呢 这个我想我们引用经济法师的说法 他说什么是理观 你先了解理观的定义是什么 理观就是内心的智慧的关照 就是内心已经产生智慧了 你已经了解研究法了 你了解一切因缘所生法 都是找不到常 更不可能有主宰 所以你知道找不到常 所以叫做无常 不是说一切因缘法无常 你不能这样讲 是因为一切因缘法 你找不到常的这个可能 没有这个可能 都是便利法 那这个叫做理观 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个 那再过来就说 世修是外在法门的修学 所以理观是一种内善根 那世修是外善根 所以你先要有理观 你才能够去世修 这样懂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经常问说 为什么我不可以就一直念佛就好了呢 干嘛要听经文法呢 就因为你没有理观的基础 你的世修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 所以我们就从大乘学佛的观点来看的话 一定先要理观才能够世修 没有理观啊 就是你不懂得如何的花心 怎么样修行 为什么这样修行 理论是什么 道理是什么 你都不懂 你就去修行的话呢 你就是 你就没有一个 就是等于是 你没有一个稳定的 这个成佛的种子 种下去 你没有种子种下去 你当然呢 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果实啊 你种的种子错误的不对的 你就不会得到果实啊 所以呢 在从《嫩言经》 大家都多少都有听过 虽然没听完 因为都一百多几啊 你没听完 但是呢 你就可以了解说啊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颠倒 很多的妄想 就是凭自己的想象 就是为什么42章经讲说 没有这种阿罗汉果 我以前千万不要 相信你自己的想法 看法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这样 他说人呢 经常都会受到外边的刺激以后 就会有感受 然后呢 就凭你的想象 要做出反应 然后呢 你就坚持 我这样做是对的啊 没有错的 那说像这样子呢 如果没有人来开导你 你的那种感受 你的那种想象 是不正确的 没有人教导你 你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按照你自己的意思 就是只要我喜欢 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你就是一直都随顺自己的环脑吸气 你想一想 你会 你会能够离开 这个 三界 出六道吗 你还是老样子的照着你过去的这个环脑吸气 当然还是你还是在六道里边嘛 所以他就讲到说这个就是讲到说为什么要一定要要要有礼观 你第一件事情要先他说先看过去要安住 这我想我们应该是想到说当你跟静一接触 产生事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随时其醒自己说一切因脸所生法都是便利的 你千万不要马上就被他拖下去 你一定要知道说一切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你听到的不一定是事实 所以你都懂这个道理以后 你就有你有所你就有辨别是非战略的能力 所以你先要有这个就能够安住到说你不需要随时境界起舞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碰到听到看到任何东西 你先不要马上就跟着你过去的吸气 马上就下这境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 因为你马上的反应经常都是错 那他说你也要体会现在就是说你从你现在所碰到的人事物 我们经常讲说我们碰到人事物时长八九都是什么 不如意事情是不是时长八九 你不如意的百分之八十九十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你现在做人是不是很苦 因为你有爱别离验证会求不得天天都在发生 然后再过来讲说那未来呢你就知道说 言其法告诉你说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达到的 你都有可能达到 但是呢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创造你要得到的达到的那个目标的条件 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创造 所以你要先知道苦然后分析苦是怎么来的 你都看清楚苦是怎么来的你才知道说那我如果不要这个苦那要怎么办呢 哦你就知道说因为苦是这样这样这样来的如果我不要这个苦我只要不这个样子不这个样子不要这样那我就没苦了 这样懂吗所以就叫做密懂吗所以你苦先知道疾就是怎么来那密呢就是说当你看清楚苦是怎么来的以后你就你就有办法你就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才不会再有苦懂不懂那就是密 然后呢你知道怎么怎么样才不会再有苦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说那我应该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第三个步骤是什么 不是以前我们也上课也解历过吗假设说你水槽不通 结果你发现说有很多这个这个这个闸子闸巴的东西塞都塞住水管那你仔细去观察了以后你发现说原来让你水槽不通的原因是有一个很多很长的东西卡卡住你的水管所以不通所以你知道因为那个东西卡住那你水管不通你这个时候你就有魅就说我只要把那个东西勾出来啦 水管不通了水管不通了嘛对不对啊那这就是到你知道哪一个东西卡住你的水管那你知道说只要那东西一被你拿出来水管就通所以你就到了一时候你就去找一些工具啊找一些工具来把那个东西给勾出来啊那勾出来以后一通了那就你就得到自在了就得到解脱了嘛对不对啊你就恢复功能了这样大家懂吗所以这个呢就是 我们要说的我们要说的所以我们刚才已经也举了例子就是讲到说你要开车你如果说你要去这个San Francisco 那你总要先知道说你要上哪一条freeway啊对不对啊才能够去San Francisco啊那你要找到说要找是5号是不是啊 对不对啊你先找到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那你什么都不知道说我要去San Francisco就一直开车一直开车你开到明天还是没有到San Francisco对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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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先离关先搞清楚路线啊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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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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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对不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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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然后就一直念一直念 不一定有用 因为等到你要死的时候 病痛一来 管你擦上你的鼻子 然后全身都割 到处都动 你以前想说 我念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你的信心就垮掉了 所以为什么要多 亲近三知识 天文正法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修行还是要懂道理 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修行的好处 讲一年法 这边经济法是举一个例子 是讲孙东坡跟秦少友的故事 我想同学很多人都听过 他们看到有个乞丐身上有狮子 知道吧 狮子就附在身上会咬人的那个东西 小虫子 小狮子 结果孙东坡说 这个一定是这个乞丐的身体没有洗澡 所以才会有狮子 那在秦少友就说 不对不对 因为那个乞丐穿的衣服太脏了 所以才会有狮子 那我们去问佛运法师 佛运就说 哎呀那个狮子的头呢 是从他因为他身体没有洗澡生出来的 他的身体呢 是因为他衣服很脏生出来的 他就是要跟他讲说 你们两个呢 就不懂延乞法 你懂意思没有 你狮子为什么会生出来 一定是人 穿了这个脏衣服 那脏衣服上面可能有狮子的虫子的短啊 那呢 碰到你 穿到乞丐身上 身上会有体温啊 有没有一个 有一个 对不对啊 所以呢体温跟这个棉袄 脏棉袄放在一起以后 这个狮子就生出来 就很自然 这样懂意思没有 所以衣服本身也没有狮子 他的身体本身也没有狮子 那为什么跑出狮子来 懂得没有 因为有体温 人有身体产生体温 然后去温暖那个衣服 衣服里边万一有狮子的软 所以他就孵化出 狮子来 所以狮子不松 从垫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从地上冒昔出来的 是怎么来的 就是缘起法 懂吗 身体会有体温 碰上脏衣服 会有虫子的软 OK 这样懂了 OK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讲到说 我们学佛呢 一定要先有理官 然后才可以释修 没有理官 其实是没有资格释修的 好 好 谢谢大家